一言陈法拉11月2日晚以一身黑色的晚礼服打扮 现身香港金钟出席品牌活动 提到早前自导自演的短片人来人往 成功入围本届新单司电影节香港短片比赛 成为当中九部得奖的短片其中之一 陈法拉你有没有高兴的睡不着觉呀 话说以后有没有信心和计划朝着导演的方向继续发展呢 其实我这一次拍这个短的电影也是完全是一个尝试 没有想过真的要做成一个成品 所以也是非常感谢大会对我的鼓励 真的是完全是一个鼓励而已 也希望会继续做一些创作性的工作 除了做演员之外 但是下一次再做导演的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现在在写剧本 但这个剧本我应该是不会自于做导演 因为自己会在里面演 那这一次学到了就是如果一起做这么多种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很分心 但是还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又导又演又编 所以可能导演还会找其他的有经验的导演帮我做导演 另外陈法拉自在美国毕业之后一直到不同的公司试镜 当天他则透露月底会去内蒙古拍摄新片 是和一位新的女导演合作 自己都非常期待 这次会去内蒙古拍戏 然后会去大草原 非常期待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去过内蒙古 所以这次去那里我要准备很充足的衣服 听说是零下五度 但大部分我的戏都是在室内在家里的戏 所以应该还好 这次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角色 因为会讲一些东北话 会有东北的口音 所以我现在在学 然后找很多会讲东北话的朋友 帮我录音 然后学那个口音 所以对我来说挑战也蛮大的 还有很多内心系 所以我自己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